古人用煞字代表了一切不吉祥的气场 比如说对面有垃圾桶 有垃圾有一些影响视觉的对人生理 心理造成影响的那些不好的东西 这些不好的东西有些是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有些眼睛看不到 眼睛能看到的能发觉它是煞气 比如说对面整个楼层全部装的是玻璃 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反光到你这里 让你头晕目眩 这是光煞 对面是垃圾场 觉得看起来不太舒心是吧 晦气 对面是医院 天天的救护声音让人闹心 这都是有型的 能发觉能意识到的 还有很多是意识不到的 比如说对面两栋楼 中间西凤很窄 这个西凤正对着你 你还认为这个家视野很广 能通过西凤看得很远 实际情况呢 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煞 叫天斩煞 当然它们是修道之人 不讲究这些 但不讲究不代表不存在 风水不迷信 它其实就是一种环境 外在的信息对你的影响 噪音很大 听起来不悦耳 房子很单薄 冬天房子暖气好 你也会冷 是对你实实在在的影响 不可忽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